浩宇你進來了嗎啊啊啊啊我出來了 究竟桃園是議會最快的男人在議會質詢有哪些驚人的表現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市長我的意思就是因為時間有限啦 我只是提醒說現在既然台灣已經成為農業大國了 那我們就應該連中立工業區都來種田才對啊 全部都應該要發展農業才對啊 不然沒有農業沒有新聞你桃園怎麼發大財 這個提醒你 浩宇新中北路1050向38號比中立工業區更適合拿來種田優 那最後謝謝市長就最近這麼努力 雖然我99.99%都下一次還是質詢的到你 不過還是繼續加油那我們會繼續一起見證 我希望你下次也可以當立委因為你有排第三名 我說我99.99%不會當選 不過還希望能夠留在這裡好好監督你 特別是你跟林佑昌市長的約定 我要監督你瘦10公斤我才能才能去當立委 謝謝好謝謝 好 浩宇看來你乾爹阿燦沒有很想讓你當立委苛苛 市長 昨天我到了坐高鐵到左營然後就開始轉計程車 那轉計程車的時候呢這個司機就開始跟我從頭抱怨 就說他們市長實在是很生氣被騙了 然後最後他就問我說他不知道我是誰 他就說那個弟弟你從哪裡來的 我說我桃園來的 他說我好羨慕你們桃園有一個這麼棒的市長 這是計程車實際實際講的我沒有套話 他就直接這樣講 那我想請問市長就說 你覺得你跟韓國瑜市長除了身材之外 有什麼根本上的差異 浩宇不要整天在議會跪舔乾爹要跪要舔請上車後再坐 好最後市長很多人問我說加入民進黨的感想 我覺得缺點是沒有保母啦謝謝 浩宇你沒有保母還有歐陽活佛阿 你好剛剛呢我看了很多前面議員的討論 今天很多的討論都是有關於這個有沒有做好做滿的事情 那其實我想我自己常常在基層跟民眾聊 大家其實對市長的期待都是希望市長能做好做滿 畢竟不是每個人都有機會做好做滿 有些人做一半就被罷免掉了 所以這個對我來說蠻感慨的 我也希望王浩宇議員做好做滿 謝謝市長 那重點是 抱歉了阿燦浩宇沒辦法做滿了 1月16出門投票同意罷免王浩宇 1月16出門 2月26日 3月25日 3月20日